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和大家考古 考什麼古? 沒有啊,鹹古 哦,這樣啊? 因為有其中一個 今天要講的女性 我們小時候很喜歡她 我現在都很喜歡她,你就是這樣 真的很漂亮 照片拍下去好像沒怎麼變 什麼事呢? 53歲的翁紅 你是不是僵尸? 比年輕女的好看 是啊,離譜 那就講一下翁紅 跟前夫結婚兩年離婚 再遇真愛 這件事也想講 另外,看到鍾佳恩 這個很多鎚,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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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ında 他很漂亮 明星真是明星 有些人抬到珠秘的 他越抬越fit 那樣子 那樣子越抬越fit 是啊 那些神采 不得了啊 再跟大家說一下 Dudu姐 你知道為什麼Dudu姐叫Dudu嗎 不知道 大家給我like之前說娛樂 說一些美女 53歲的翁雄 東玲 現在寫回她 看她這麼美 我講回她以前 曾經接拍過三級片 真是 我喜歡看她們的三級片 她和任達華那些 我連任達華都喜歡看 任達華真的很美 她拍的那些情慾戲 年輕人 三十幾中 即是叫做 壯年的時候 哇 她說溫碧 什麼 邱淑貞啊 那堆東西 真的很好看 那你 跟我說起這班女生 我想起就是 你想想邱淑貞 其實樣子也是差不多的 雍雄也是差不多的 但我一見到有幾個男藝人 真的不堪 譬如有誰 邱淑貞當時很喜歡襯梁家輝 邱淑貞 邱淑貞 襯梁家輝 梁家輝 什麼 慈禧禁功 是的 人皮燈籠 是的 幾套都 梁家輝當時很帥 小生 賭神義也是 是啊 賭神義也是 梁家輝現在變成阿伯 不是 是不是 邱淑貞還是邱淑貞 嗯嗯嗯 那你真的有些東西呢 是 有人保持得好 嗯 有人保持不了 是 你看看誰呢 阿翁紅呢 嘩 他的面本身呢 沒有很大的輪廓 我已經留意到 譬如你好像 劉德華 那些呢 即你的鼻子很大 因為他這樣說 地心吸力 是 他慢慢會 嗯嗯 有人研究過 其實劉德華可能他的鼻尖 也傷過 他沒有理由 他現在這個年紀 那個鼻子 還是這樣 比你年輕的時候 沒有那麼封 是 覺得有微調過 有人這樣說 那麼呢 因為 翁紅的面部的輪廓 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很大 你看到他的樣子 嘩 真的保持得 不肥就行了 嘩 一個美女 弄了這些V手 這些女兒拿來混 他的樣子 真的很 有那個味道 是不是叫典型 是 53 那這樣說 嗯 那這樣說 就不要說典型什麼 不是 典型女性那種 很 traditional 即如果這樣說 這樣說 古典味 他是古典 是 不過翁紅的樣子 就是妹仔相 老實說 但男人就很喜歡 是 即是說 他不是那些正印花彈樣 嗯 真的 如果算上學來算 他還是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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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樣子 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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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王后不是你演的了 是 但是你放在二島 但是可以拍得很出色的 被人打個妹仔是你 但是一定個個都很疼你 那種 疼不疼 男人當然會疼 女人怎會不疼 疼不疼 對 那說到翁紅 八九年阿姐冠軍 八九年我才只有六歲 是 嘩 我們真的差很遠 都在想想 那說到他 現在就是 經常都會放東西上微博 那說 他的女兒 叫做 水晶 Crystal 被網民就說 都很漂亮 像阿嬌 有些人就說 翁紅的女兒才漂亮 嗯 不知道啦 各方各眼 我覺得任達華的女兒都很漂亮 是 很多都漂亮的 我覺得任達華的女兒 有點像光熙 木村光熙 即是木村託哉的女兒 木村託哉的女兒 又是沒得說的了 她一定是那些位的了 即是老大 是男神 他媽媽是女神 他出來 他也是的了 那種 那任達華的女兒 更加是名無版的 木村光熙 感覺上有一點 那說到翁紅 就什麼 這麼鬼死漂亮 但是是否美女 感情生活一定好呢 又未必是 她說 什麼 早前 翁紅拍電視劇 她說 叫做 寧安如夢 即是近期 有些活躍的 做過什麼 我們沒有看的 很多 她在內地繼續在拍攝 有些人已經退休 她是活躍的 在內地的影視圈 她日前貼了一張 和二十七歲 八六的合照 美女來的 大家一起給V手 一個二十幾歲 一個五十幾歲 你帶人二十六年 她說 你不輸給那些年輕人 那一刻 很嚴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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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時候 我也覺得老一代 即是叫做前輩級 那些 她們很獨特 我個都 不是 你也是這樣的 不同 我們看到90後 媽寧後 很老跡 是 是嗎 是不是缺乏了 自我 那種 明星保養 一定要有的 加上我想 也有些 有些 先天 也很厲害 是的 她的輪廓 又不會 歪 又懂得保養 皮膚本身也是好的 當然一點點 有些男的 就差一點 不 男人的肌肉一流失 就完蛋了 因為 男人六十五歲 是分水嶺 有些比較差的 那些 再早幾年 六下頭 然後肌肉一流失 可以這樣說 腰骨也伸不直 就說你連 頂住背部 直都不夠力 所以經常說 肌肉訓練很重要 是啊 但是女人 女人很多事情要做 是不是 琴上琴落 是啊 臭小子 或者自己都要保持 我翁雄這些款 翁雄告訴你 有些真的是健身相 他是玩健身的 是啊 人 只有活力 你有活力 你才是年輕 嗯 你沒有活力 你好像陳冠喜那時候 二十多歲 就寒背了 人家覺得他成為老伯 就是身相 是啊 那翁雄也一直做運動 你不要以為 真是天生 他們那些 我經常都是這樣想的 就是見龍射甲 嗯 一射甲就完蛋了 是啊 那種放鬆 沒有了 他以前拍過的三級片 我們都很喜歡看的 你看過哪一套 哇 有道擋不注的風情 他也有份 那個 葉玉興 全部都是古裝 青樓十二房 這個一定有看 滿清十大酷刑 這個都有看 騎那隻木馬 是 色彥 啊 我還記得有一幕 那個應該是青樓十字房 還是滿清十大酷刑 我忘記了 徐錦江有一幕 在沙灘跟翁雄 跟著說 頂著這個屁插沙 是 徐錦江那樣說 入了沙 對 徐錦江的樣子也是差不多 他厲害 他那時候年輕 跟現在演的角色是一樣的 但是他現在的 這個人是否真的 這些我覺得有些 有古說 那個人氣質不同了 徐錦江現在 是藝術家嗎 是藝術的味道多了 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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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疑他之前是 翁雄 是嫁給我一些什麼 是 我上一輩的親戚 我說真的 他原來翁雄 在2003年 他拍了一個古裝喜劇 金莊四大才子 跟著說他 認識了一個 八個月的賭場副總裁 叫五偉傑 我說我上一輩子 那個姊貝是五偉蜜的 我叔叔和我父親都是叫五偉蜜 我的唐叔全部都是 我懷疑他跟我家族有關 哦 這樣啊 是啊 不是 吹吹吹吹 真的 美心那一檔 那個叫什麼 那個青 那個女人 接著那班又是五偉蜜 又是那個姊貝 我懷疑我們全部同鄉 是 他們要跟詞堂 他們要 那 有個女兒 然後 大個婚姻 兩年就離婚 那 2007年 跟個小兩年的 她叫做 劉冠婷 是 結婚 有個女兒 就是現在的Crystal 那兩個結婚之後就有些恩愛 這樣 是的 那 翁雄現在就說自己年紀對她來說是數字 她說女人要足夠的智慧 能力 見識 就不需要去怕任何階段 不 我覺得是這樣的 是 我佩服那些女人 我佩服那些人 可以這麼說 就說 你懂 你知道你要做 嗯 她肯下手下去做 即是說她那個體質 她說得足夠的智慧 那她當然是明白 你個人活動才可以保持 我也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要肥就肥了 不是呀 有些人說就知道 但是你又不動呢 有些人 她就是很 還在這行中活躍 是的 做這行要保持自己很漂亮 就是看一下中間 現在你說漂亮得 嘩 不得了 戴著肚子都這麼搓 以前我小時候 我經常以為媽媽生的寶寶要很大的犧牲 這個是真的 她說也很痛 但是我經常想著的犧牲是 本身是一個美女 變成一個肥的主婦 因為一直以來 我的長輩都是這樣去灌輸我這個知識 她以前很漂亮的 她生完之後很壞 變了豬鼻 原來 本身就是很壞 就是差不多 搞錯 不是呀 做女兒的時候很漂亮 不是呀 有些人真的保持到 但是 在這個年代的人做得特別好 因為那個生物科技很好 是 你肯去怎樣做運動 或者 但是 做演員最重要的是 懂得搓 中間人搓出那個樣子 他本身有上鏡 是 神經病 中間戴著肚子 下巴有輪廓線 是呀 整個身形都很fit 你看她 你有傷下巴 大哥 這麼大的肚子 是不是 她不是 她是一個漂亮的 她戴著肚子是漂亮的 真是令人害怕的 麻煩你老公的生育也有 她老公的樣子都老老的 老了很多 結婚之後 她老公跟她 明白的 是這樣的 真是這樣的 翁雄也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 是 那個男人老 那個女人是年輕的 因為他們的生活 因為男人是虛耗的 女人是 睡在那裡享受的 有時候 是 你喜歡動也還可以 因為你那個 活力夠 是 你看到 別人的恩愛生活 我們小時候 乳臭味乾的時候 恩愛的夫妻 是很色情的 哈哈 就是這樣說 好 先說一下 Dudu姐 找到一些資料 說一下Dudu姐 為什麼叫Dudu 好奇怪 還有 Dudu姐 原來小時候 不是想做明星 她是想做新聞主播 喂 我想她現在做的事 跟她以前 都有點像 但是Dudu姐 讀書都很厲害 是嗎 又說她懂IT 她讀科技 以前的IT 是圖歸的 不知道 可能是 Dudu姐 剛剛過了65歲的生日 很多人和她祝福 送她蛋糕 和鮮花禮物 都一定有的了 做一行 都 69 要破費 一定會有這些 禮正往來 是這樣說 prophecy Doo姐在中環影視界四十四年 小時候就開始學英文了 不是每個人都是嗎 說她的口才了得 大蘇必備金牌師爺 Doo姐有氣場的一做事 我感覺到她們的狀態是很穩定的 其實曾志偉也有的 曾志偉也有的 說了一些東西都是 淡定在上來 有些人做到的這種工作 Doo姐是做得很好的 其中一個在香港 主持來講 最重要是淡定的 一個主持叫HOST 她控制了所有的placing 就是節奏的氣氛 是我來的 你以為師爺 要帶一些人出來 那些嘉賓給你一個位置承認 什麼東西的 你以為HOST是配角 但HOST的主持其實是派牌那個 沒有他就沒有那個節目 所以以前小朱羅智祥做主持是很厲害 他帶動整個流 他控制水的流 是可以紅過那些人的 所以Doo姐也這麼紅 是的 是首位得到影后兼事後的藝人 90年代的鄭九祖 他都會很紅 他很忙 那說到Doo姐 你不知道她為甚麼叫Doo姐 原來是關乎一些低B的東西 什麼呢 他小時候很喜歡 在家裡扮一個鬧鐘 D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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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叫他 叫你DooDoo 小時候他的語名叫DooDoo Dudu 後來大家索性將Dudu姐改名做Dud姐 Dud姐 Dud姐 另外原來Dud姐當年我的志願是新聞女主播 她現在在做的事跟女主播也是相似的 要找資料、講一下時事 我也覺得她現在是一個主持人 她厲害 口才好也有飯吃 開口飯 你也有啊 大家也有 但是外於家庭的環境 Dud姐生活不許可 讀不到美國的新聞系 所以她最後被迫 去街市做演員 考藝園訓練班 讓她當女主角 很過癮 在方日華邀請下 由街市轉投TVB 我就是想說一下周韻發 周韻發剛剛做男主角 沒有久了 她拍過女新人 可以嗎 導演說 這個女生可以嗎 樣子就不漂亮了 但是那些戲呢 沒得頂 這樣說 由周韻發發口說出來 我記得這一段 她和Dudu姐 網中人 成為經典的螢幕情侶 發哥是好東西的 但Dudu姐找她這麼久 她不肯去做嘉賓 她是不什麼的 古天樂都上去了 古天樂有求於你 越多曝光越好 說你那部戲 每一分每一力 都是古老闆自己 自己爭取回來的 都是的 她用了那些功德 差不多 握到巡捕 還好 不是啦 不是啦 連最近有個被人劈的 你都給5萬元 幫她頂住 不是很熟的 開了工的 都去了 那你估計老闆 5萬元 她的經濟有援助 我相信 很難做的 沒得做的 基本上 這樣被人剪掉的東西 是吧 希望她好回來 沒錯 再說一下Dudu姐 Dudu姐 因為方日華的邀請 就去了無線拍攝 之後和周韻發 用情侶檔都拍了幾套 親情 惡如談 觀眾都很喜歡她 所以成為了電視台的花旦 收視的保證 那Dudu姐呢 後來就 差都拍了 那些什麼 表姐你厲害的那些 拿了金像獎影后 嗯 嘩 那個角色當然拿了影后 Dudu姐 竟然是 表姐你厲害 是啊 還有月亮星星太陽 都拿了金馬獎影后 嘩 其實她在演藝界 已經是 拿了樹榮 嗯 她跟著拿了事後 她和王子華的 那個男親女愛 是不是 就是她 很棒的 嗯 即她去到哪裏 現在口水多浪花主持 成為商台收視率最高 收聽率最高的節目 是的 那Dudu姐很厲害 她厲害 她厲害 是啊 我們這些 都是跟前輩學習的 她不同的環境都可以 這麼出色 是啊 你看她和 我們有時候去游山換水 錄永斯君 那套都可以的 你覺得不太差 感覺上 又不會很 好像兩代人不同 做下去也挺好看的 是啊 我們都很喜歡看Dudu姐 之前我說 女方 什麼子弟戀 原來有網友都告訴我們 她和金國亮 是拍拖十年 是的 這樣 那 剛剛Dudu姐有生日 祝她生日快樂 生日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 拜拜